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托娜的话 洛兰的话 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我们知道进入托娜自己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晚年阶段 海港那种台风那种 那种朦胧气候就接近抽象 而且我一看那个英文题目 那个英文题目是托娜自己讲的一句话 叫做第一 就是空气是我的风格 我当时一看我就笑了 我说这句话最好翻译就是气韵生动 atmosphere is my style 全是他最后的风格 那么我就想了 因为我们国内 比如说我们国内做黄美红 黄美红这么著名的上转发展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黄美红和李玲玲 黄美红和黄光旺 黄美红和龚贤 黄美红和沈舟 几张黄美红和沈舟 几张黄美红和沈舟黄光旺的原作 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 人家就这样做了 这个透纳展览 到了最后有一个小展览 那个小展览我很感动 叫做透纳的色彩实验 就是底下已经把透纳的整个发展风格的每一个阶段分清楚了 那么在这里面 这里面是每一个阶段把它列出来 放一张透纳的原作 底下呢就有这个原作的色谱分析表 意思是透纳这个时候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色调 这就用什么样的色调分析出色调 而它对面的墙上就是一个完整的西方的油画颜料 从手工进入工业化的过程 我一看我觉得太惊讶了 比如说我在想一个问题 托拉晚莲的油画艺术 如果我们对托拉了解的话 它有一种黄色用的非常特别 对那个也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 对托拉这个黄色 于是我的问题就出来了 这个黄色跟这个颜料生产有没有关系呢 或者说我们在美术史上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今天是画家在推动颜料生产的发展呢 还是反过来呢 颜料生产生产一些更精彩的颜色以后 画家又获得新的可能性呢 可惜这个展览没有画车 我一问没有画车 但这个最后这个让我很正经 当然呢 展览最后部分就是托拉的油画箱 调试盘 工作室的复原 以及这里面还涉及到欧洲的博物馆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制度 将来把所有手机办妥当了以后 在一个专门的一个室里面 你可把原作借出了关 那么这种专业性 这是个古典展览 这是个肯定有很强的美术史背景的展览 但我这样一讲完你就知道 这个策展能花了多少兴趣 那我 其实对透纳只是出之一知半解 毕竟不是做这个研究的人 都大有收获 这是我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种专业性的展览 我再举另外一个展览 是在我在美国看到 美国家族的盖地美术馆 那一年我晚了 我去 因为我去美国家族一定要去的美术馆 那有一个展览也很有意思 题目叫 Made in California 1960年 这是综合展览 告诉我们听 1960年的California Made in California 那个时候的海报 那个时候的桌子 那个时候的巅峰扇 那个时候的衣车 那个时候的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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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展览告诉我们听 1960年的家族的文化状况 生活情景 是如何 这是个综合展览 这刚好相反 这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展览 但我在我们在里面看到不是艺术家 不是伟大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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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个派那个派啊 是一个文化 有很多日常的景 物体 那个物界和日常的景 这个当然其实很难做的 它必须有人类社会学家历史学家 甚至某种意义上是人类学家参与 是吧 来怎样从一个时代的氛围中抽选出 应该抽选出的 也抽选出能够说明问题的内容 让我们了解1960年代的加州 因为那个时候加州飞速发展 成为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亮点 不能把它仅仅解释为是一个 加州自己吹自己的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个展览非常有意思 当然就在这个展览的另外一地方 大家如果对盖地美术馆熟悉的话 其实盖地美术馆有一个一楼 一直在展各种摄影展 我又看到一个让我吃惊的专业展 题目叫桑德最后的摄影 桑德晚年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他 不喜欢拍照 他就没事干了 他在晚年拍什么的 用他的精彩的摄影技术 打坐机 拍到了工作室 拍到了暗房 拍到冲洗房 一张一张 这种刺感 我怀疑 我一直怀疑 那个那个法兰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杜塞多夫学派就是 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一个摄影学派 杜塞多夫学派 派了冷冰冰的工业产品 我一直怀疑他的背后是这个桑德 因为桑德 一般很少人知道桑德这个 最后的这个摄影 因为我们知道桑德派的人像 对吧 那么我讲这几个展展展展展 刚才告诉大家听 好的策展人 其实真的是需要有专业知识 背景 某种意义上就像写个论文一样 怎么论文的方式是写作 符合学科论文的所有规范 而展览它更复杂 而且更具有冲击力 传播效果也一定更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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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有很多人说 比较有想法的策展人 他会借艺术家来操控艺术家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怎么样回应这种说法 其实前面在讲策展的时候 已经包含这个内容了 就是说当权力转到策展人手上的时候 当权力掌握在策展人手上的时候 策展人就成为艺术界的权力拥有者 那么一个人有权力的人 我觉得权力很美妙 有权力的人他就想用这个权力 而用这个权力 不管你怎么样的小心翼翼 只要你有权力 他就符合马克思韦伯的一个基本定义 就是支配 你就想支配 怎么有的私心太重 支配力太强 当然他最后的结果 也许我们应该批评 因为他拉一半打一半等等 有的可能会善用 我们只能说你善用这个权力 但是我们不能够至少不能够盲目指责 策展人通过展览去推广一种东西 或者说通过展览去控制一些艺术家 其实如果我们到了艺术界的内部 我们就发现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关系 也是个博弈 策展人有权力 他当然想支配艺术家 那艺术家也很厉害 艺术家也有一套办法 特别是那些有名的艺术家 来对抗 化解这种 那是 那是的 那么 取决于什么呢 对于策展人来讲 他取决于他的权力 有多大和如何运动 对艺术家来讲 其实艺术家也有钱 他的权势是名称 对 一个越有名称的艺术家 越难掌控 比如说我为了做一个展览 达到一个很高的名声 我必须有有名的艺术家在场 你请 如何请 这个时候 究竟是你玩艺术家 艺术家玩你 有权力的艺术家告诉我听 我只能跟谁展览 不能跟别人展览 那你没招了 所以实际上 策展人是有权力 是在操控和玩弄艺术家 但反过来 被玩弄的都是还没有出来的艺术家 反正出来的艺术家 其实耍起流氓来 可能比策展人还厉害 艺术家因为胆大妄为 是吧 做艺术本来就胆大妄为 是吧 所以比如说 你去掌控一下达米赫斯特看看 我看不容易 是吧 如果我们展现一下 樊高先生 没有自杀 活得很长很长时间 估计到了他80岁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人 不过他最近还有没有精神分裂 我不知道 要是传高 毕加索都难操控 毕加索都难操控 毕加索都很难操控 所以这个导致了测展界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他有没有艺术家 我们就不理他 理不起 晾到一边去了 所以毕加索到了五三代以后 名满天下的同时 他也过时 对 过时以后毕加索在六三代 就产生一个困惑 因为他太习惯了 人们围他转了 他太习惯了一出场就别人围着他 要他签名 要他合影 那么到了六十年 他被冷落了 他老了 没有理他了 他觉得好诧异 怎么没有理我 我是毕加索 你知道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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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中外一样 中国也是一样的 是吧 我有些老同学 我就不讲是谁了 是吧 也很有名声 但是到了年年大以后 他多少被悲哑化 他们受不了呢 他们要想方设法 要找各种各样的方式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的朋友告诉我说 有的人 有的艺术家 他们就是生活在被吹捧的状态中 每天都必须有人围着 要他签名 要他合影 那还不就寂寞 所以这里面呢 就剩下性格问题 那好 那好